Rod of length L equal to 2 meter and a negligible mass that can pivot about one end to rotate in a vertical circle 这个图里头有一个很细的棒子 这个棒子的长度是两公尺 而它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这个棒子可以绕过一个端点 在一个垂直的圆上面来转动 Rotate A ball of mass M equal to 5 kg is attached to the other end 有一个球它的质量是5公斤 绑在另外一个端点上面 The rod is pulled aside to angle theta 0 Theta 0 30 degree And released with initial velocity 0 这个杆子呢 把它先拉到 拉到旁边 在与这个千锤夹30度角的时候 以一个初始速度为0 禁止的状态 把它释放掉 Now as the ball descends to its lowest point How much work doe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do on it And what is the change in the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of the ball earth system 把它释放掉之后 这个球呢 将会下降到最低点 请问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Gravational force 重力 做了多少功 那么 同样的问 这个过程当中的 重力位能的变化量 会是多少 C If the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is taken to be zero at the lowest point 如果把最低点的重力位能定为0的话呢 What is its value just as the ball is released 那么 在刚释放的这一点的位能应该是多少 如果我们把重力位能定这一点为0 最低点为0的话 那这一点的重力位能应该是多少 Do the magnitude of the answers to a through c increase decrease or remain the same If angle theta is increased 前面所问的三个问题 的值呢 假如 它会如何变化呢 假如我们把这个角度增加的话 角度增加的话 它的重力所做的功 未能的变化量 以及未能最低 未能在这边 初始点的未能的 这些值到底会变大变小 还是不变 这个题目就这样子 很简单 只是叙述比较长而已 好 怎么做呢 第一个 算重力所 算这个 重力所做的功 对不对 那这问题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 重力所做的功 重力 是 是牵垂往下的 它所做的功呢 虽然这个位移 是在一个圆周上面做运动 可是 我们只 取出 这个 位移当中的 Y方向 跟 立的方向 同方向的这个 component 因为 公的定义呢 重力 所做的公呢 是等于 f 重力 fg.ds ds就是位移向量 那fg呢 是朝着 这个 Y方向 Y方向 来 施力 假如我们定义 向上为正 那么 Y 这个 这就是变成 -j的方向 所以 其实这个力量呢 一直是-mg j.ds 那也就是等于 dx 呢 是等于dx i 加上 dy j 所以 这个跟这个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component 没有 这个分量没有作用 所以只要取这个 也就是 积分-mg dy 的积分 ok 那这样的积分的结果呢 当然就会等于 -mg y final -y initual 所以由y坐标 的这个变化 决定了 重力所做的功 比如说在我们的坐标系统里面 我们已经定义了向上为正 所以 这一点的坐标 比这一点的坐标高 这一点的坐标比较低 所以 末了点的y坐标 减掉初始点的 y坐标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对不对 y坐标这边比较 比较低 这边比较 高 所以呢 这个减这个是负的 负的这边有负的 所以整个最后结果是大于0的 是正的 所以重力做了正攻 果然没错 因为 重力是往下的 整个位移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 基本上来讲都是往 这个 w到ds f到ds 都是正的值架起来 所以当然最后结果是正攻 也就是 高度下降了 所以重力所做的攻是正攻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问题 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 把这个高度算出来就够了 这个高度 假如是h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是 mgh 因为 这个是负的 所以整个是正的 mgh h 是多大呢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长度先把它算出来 因为这是l 这是c 所以 这个长度 是l cos c 所以 这个高度就是 l 1-cos c 0 c 0 是30度 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l是两公尺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很快我们就得到了 是 把它全部带进去 就得到 13.1 2 ok 好 第二个问题说 What is the change in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我们知道 我们对重力位能 重力位能的定义是 跟 重力所做的工之间的关系是 负值 重力位能 的变化量 是 重力所做工的负值 那我们刚刚已经算出mgh g 所以是 负的mgh 也就是 负的31交2 所以这就是 位能的变化量 负13.1交2 负13.1 13.1 负13.1 好 第三个问题说 如果呢 如果 我们定义 最低点 的位能是0 如果这里是0 如果这里是0 我们知道 这里要 这里的外座标 比这里的外座标还高 所以这里的重力位能 当然也就比这边高 所以 应该会得到 是 正的 13.1 这里的重力位能 应该是正的13.1 就是这个 好 那在我们计算里面 跟θ有关的地方 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的 cosθ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把θ0增加 我们说 它题目说 if angleθ is increased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往这边 啊